向左走向右走 北九州泡汤美食全攻略了 我们第一天在福岗玩好完满之后 接下来要进入什么 进入了温泉的人生十字路口 不晓得到底要往左还往右呢 就看看谁比较精彩好了 电视墙来看到 分两队开始要进行PK了 首先我们就先往左后的方向走好了 至少有左后啊 阿嬷阿嬷阿嬷 阿嬷阿嬷到那里 五熊这个地方啊 对没错 左后不是只有阿嬷还有五熊 有 对 可是呢 五熊这个地方我真的要很 就是很大力的推荐大家 五熊到底有什么 其实五熊也是一个温泉胜地 那其实第一站如果你来到五熊 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的 就是这个五熊的温泉楼门 这个地方有百年的建筑风华 再加上千年的温泉历史 千年 所以你去不去一定要去啊 首先一定要講講看他這個 武雄的這個溫泉樓們 大家會覺得他的這個建築外觀 看起來非常的有特色 因為他是有一個 日本非常有名的建築師 叫做陳野金吾 也就是我們東京車站的那位設計師 對 他所設計打造的 然後他是當時是用這個 海底龍宮的概念去打造它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點點 對 是有點霸氣 然後有一點中式宮廷的感覺 非常的不太一樣對不對 那他這邊有一個 隱藏版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如果有去過這個 東京車站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設計師 把十二生肖裡面的八個生肖 藏在那個東京車站裡面 對 但是那四個生肖去了哪裡 其實他就把它藏在這個溫泉樓門裡面 所以要來這裡收集齊全 對 有哪四個呢 有這個鼠 雞 兔 馬 這四個生肖就在這個裡面 接下來兔你剛好來這裡 對 沒錯 所以大家如果到這邊 千萬不要錯過 去參觀他的這個溫泉樓門的一個建築 那再來就是他的溫泉的部分 也非常的有可看性 因為他除了這個以外 他後面還有這個以前保留 就是已經千年的溫泉樓門 跟溫泉的以前那種古代的那種溫泉的池子 然後他現在還可以泡喔 他的元湯是在1800年代就已經有了 當時的武將也是來這邊泡湯的 所以現在大家還可以去感受那種歷史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非常難得 也算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之一 對 所以五熊這地方千萬不要小看他 對 這邊可以泡的話是泡足湯嗎 沒有沒有是真正的 真的可以就是一個溫泉的對不對 對 沒錯 一個人就是可能500 600 700 因為你要看你要泡哪一種湯 它有很多個不同的區域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地方千萬不要錯過 好 那再來五熊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叫做玉船山樂園 這個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大 它有50萬公頃之大的一個花園 它基本上就是一座小山的感覺 那它四季裡面都有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花季 風景 然後如果是像秋天的時候 它是一個賞風的聖地 但是像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剛好 因為它四季會有不同的活動 跟不同的一些主題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它跟就是非常有名的Team Lab結合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把整座庭園都打造成 就是有如電影般的很奇幻的感覺 打上燈光 然後打上這個燈光的效果 然後還有一些音樂的搭配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一張照片 那個是地面還是湖面 這是什麼一個地方嗎 看不出來 它是一個湖 湖為什麼會有那個顏色 它是一座湖 因為它打了燈 它用了七彩的燈光效果打下去之後 我那時候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在那邊我也是傻了 你知道嗎 我分不出來什麼是現實跟什麼是虛幻 因為在那邊我就像你一樣 我就想說這到底是一座湖還是什麼 一直到我看到上面的水波流動 我才發現它真的是一座湖 而且不是一直到你掉下去 對啊 沒有 我沒有掉下去 但是大家睜開眼睛看看 這邊有一位有一個船夫在划船 他是表演者嗎 他是表演者 容物其中的 對 他穿著這種古代的衣服 然後他就是在那邊划船 因為他在打上這樣的燈光 你就會覺得很不真實 然後他就在那邊划 慢慢的划 還有很棒 很優美的音樂給你聽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地方很美 讓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這是日本版的阿凡達 有點類似那種的感覺 然後他整座庭園都千變萬化 有這種就是用燈光製作出來的瀑布 流水 然後星空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五熊能玩的地方 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下次到了這個左鶴 有機會的話也到五熊走走 所以來左鶴古老名堂不能錯過 但是除了五熊之外 要問一下欣怡 這邊還有什麼景點不能錯過嗎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 這個神社很厲害 叫做楓玉姬神社 這裡它是日本三大美姬之湯之一 重點是你知道這位楓玉姬 它是誰呢 它是美姬女神 那來到這邊一定要參拜它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 你來到這個神社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左邊怎麼有一條白鶴魚的雕像 右邊又有白鶴魚的雕像 前面還有一隻超大的白鶴魚 讓你去膜拜它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在當地 有一條河流裡頭 在裡頭就是有很多的白鶴魚在裡面 那它這個白鶴魚泡的就是在裡頭的 這個溪野溫泉的泉水 所以他們就相傳就是泡了這個泉水之後 每個人的皮膚就會跟這個白鶴魚一樣 又白又滑然後又漂亮這樣 於是在當地他們就把這個白鶴魚奉為 就叫做美姬之神 一白之三寵 對 所以來到這邊我們也要來好好的 拜一下這個美姬之神對不對 怎麼樣來拜這個白鶴魚呢 很簡單 你要咬一除水 咬一勺水 然後這樣子淋在白鶴魚的身上 然後接下來你要用手去撫摸它的肌膚 然後心裡就是要默念你的願望 那這邊參拜完之後 接下來你可以到旁邊 這附近還有一個竹湯的地方 就可以讓你馬上來泡一下竹湯 那這裡的竹湯很特別 一般的竹湯就是腳放下去 泡一泡我們就走對不對 沒有在這裡的竹湯 沒有這麼簡單 泡完之後它旁邊居然還有一個 腳步的蒸氣浴 它有一個木箱子 然後你打開之後 然後腳放下去把它蓋起來之後 它裡面開始給你做腳步SPA蒸氣浴 然後你知道這樣一泡完 然後一蒸氣浴完之後 整個竹湯就是輕鬆清爽到不行 跟著心裡來到了這裡 神社走一走之後 那接下來換對方發球了 剛剛我們是到了左鶴 今天很精彩 那如果往右走來到大芬來看看 Ruby大芬要帶我去哪裡 第一個去的 這個就厲害 游步怨溫泉了 嗨 大家可以看看 剛才這邊講什麼遠古念魚 大家我們要把主題拉回來 神神 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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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芬回來 今天的主題是溫泉 那講到溫泉我們一定要看看全日本 大家最推崇的是哪裡 這才叫做正格的嘛 全日本的女性票選最夢幻她們的觀光聖地 最美的溫泉小鎮就在游步院 這邊它的歷史非常的悠久 而且大家只要上官網 就是九州觀光官網去看 它有幫大家列出來你必泡的溫泉 有七色非常非常美的奇特溫泉的話 游步院這邊就是有接近透明的藍色溫泉 所以是非常建議大家去逛一逛 因為這裡你泡下去 旗指那個夢幻 鯇魚一般的皮膚也是可以得得到的 不用外鯇魚也可以白了 對 而且它這邊它有全日本第二名的豐富泉泉量 所有的女性OL在日本 他們其實每一年只要有任何的票選 這邊都是他們心目中的首選 然後在這裡除了你可以泡到各式的溫泉 因為它的歷史真的太悠久了 所以你有非常多不一樣的溫泉泡湯的方式之外 它還有一個街道 它是走下去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哇 我是來到歐洲嗎 這裡有一種就是又有日本的國情 但是又符合了這些 你好像飛到國外去的那種風情一樣 很奇特它交匯在一起 雖然說這一條湯汁坪街道它也不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異國感 比如說有一些果子鋪 然後也有那種百年的醬油鋪 半熟禮的地方 半熟禮在這邊非常好買 而且還有很多的排隊名店也都在這裡 像是有個Beat Speak的那個蛋糕捲 我就在這邊跟著小朋友一起排隊 大概一個多小時 排了一個多小時 對 就排到我以後沒多久 真的後面就沒了 賣光了 對 甚至是你可以先在這邊 你排到你沒了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跟他說預約我明天再來 十多第二天再去 因為你每一次去你都可以逛到不一樣的感覺 但是呢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逛的觀光景點 就是這個金陵湖 因為金陵湖它是盆地嘛 所以它在冬季的時候 就會有非常漂亮的昭霧 那再加上在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它在泉底是一直會湧出青泉來 但是會跟溫泉去交匯 所以它的湖面一年四季都是有溫度的 然後又會有蒸煙這樣子鳥鳥的上升 我有一次是大概清晨五六點的時候過去 我那個時候霧雖然沒有到很大 但是因為馬上就也有太陽光灑在這個湖面上了 你這樣看過去 我真的覺得可能葡島太陽那時候就這種感覺 它從龍宮回來就是我是誰 我在哪 這裡太夢幻 太漂亮了 就是有這種霧氣 然後上面你又看著夕陽灑下來的精靈 那種閃閃發瘋感 還加上了清晨的寧靜對不對 對 然後再去逛一圈 是是是 太美了 再去排蛋糕店這樣子 唉唷 所以這厲害了 我們剛剛到祖賀城找阿嬤 到了游布院很多會喔 日本澳洲最喜歡的地方 沒錯 那個都有游布院 我看那個小晃哥感覺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Ruby好像蠻強的 但是我們泡完溫泉之後還是要吃顧一下肚子 小晃哥游布院這邊有什麼好吃的嗎 這家餐廳比較特別 我們看到畫面上這個 它是吃套餐的 套餐 它只有三種套餐 你選 那個豐厚牛 九州最有名的豐厚牛 再來鰻魚飯 地雞 就雞肉 雞肉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你看這個套餐 這個豐厚牛的套餐 2850塊日幣 台幣六七百塊 你知道這牛肉有多少片嗎 幾片 15片 一般的牛都兩三片而已 對 而且是現做的 現做用桃黃 所以上來的時候它很燙 你知道嗎 那你等它弄好以後 你第一件事情你就吃它的原味 是 完了以後這是叫第一次 來到這邊叫套餐三吃 豐厚牛三吃 吃完以後你會發現 還有一些調味料 慢慢的讓你調 我今天要加芥末 我今天要加橘子 柚子醬 我跟妳講 好的味道進來了 真的超級無敵厲害 對 吃完以後這個配上這個味道以後 第三吃 把茶湯拿來變成湯泡飯 我跟妳講 這一家你吃完以後 等你還沒有回到福岡的時候 你還想 不再拆車回來了 為了他再回頭買 對 真的 所以我在店裡面吃完以後 我立刻再打包一個便當走 因為實在太好吃了 太厲害了 所以難怪小胖哥推薦這家餐廳 剛剛Ruby就有講到 如果要再回吃游布院 為了這家餐廳他可以 專程為了吃再回去 可見有多厲害了好不好 只是剛剛我們來到了左鶴 來到了大芬 游布院這裡都只有介紹景點 還沒有找到一家溫泉飯店 真的好好泡一泡 重點在泡溫泉 所以現在進入推薦飯店的時候 那同樣先問一下左鶴這邊 來 艾爾克 要光點頭啊 接下來的飯店又很厲害嗎 非常厲害 我帶大家入住 被這個三菱擁抱的日式溫泉飯店 而且有真正的美濟溫泉 讓你泡到飽 真正的美濟溫泉泡到飽 左鶴到底哪一家休息一下